欢迎回到大秦小鱼,深挖人性善恶,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 1981年9月,祖国大地上,征兵的号角声此起彼伏,仿佛一曲激昂的旋律,唤醒了全国无数青年的热血与梦想。 在这股时代洪流中,张旭东怀着炽热的心,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从军的道路。 他那坚毅的眼神中透露出对未来的憧憬,军旅生涯的大门就在这一刻向他敞开。 张旭东的童年是在北方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度过的。 这里的生活淳朴而宁静,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田间的麦浪随着微风起伏,犹如大自然的低雨。 北方农村的四季变化分明,春天的溶雪,夏天的炙热,秋天的丰收与冬天的严寒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里的人们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生活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温馨与温情。 张旭东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性格中也染上了北方人特有的坚韧和踏实。 尽管军营生活相较于乡村生活更为单调、枯燥,但对张旭东来说,这种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与单一重复的生活节奏并未让他感到不适,反倒让他感到熟悉而踏实。 早起的号角声,整齐滑衣的队列,操场上回荡的口号声,无不让他觉得似曾相识,仿佛回到了那片耕耘与收获的田野,仿佛那些庄稼正在他心中悄然生长。 然而,军营中的挑战远非他之前的生活所能比拟。 刚入午时,张旭东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与那些身形矫健、体能出众的占有相比,他显得格外逊色,北方乡村的生活虽然磨练了他的毅力,却没能让他拥有强健的体魄。 他发觉自己的身体在高强度的训练面前显得那样单薄,甚至在最基础的跑步训练中,他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呼吸急促,双腿如贯千般沉沉。 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条充满挑战的军律之路。 然而,张旭东并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 面对体能上的不足,他没有选择退缩,而是迎难而上。 他开始自我加压,无论是清晨的长跑,还是黄昏的力量训练,他都咬紧牙关,坚持不懈。 每次跌倒,他都迅速爬起,每次落后,他都暗暗告诉自己,要比前一天跑得更快,站得更稳。 日子在汗水中悄然流逝,张旭东的身体逐渐适应了军营的节奏。 那些曾经让他气喘吁吁的训练科目,如今已经不足为惧。 他的步伐变得更加有力,肌肉线条也愈发明显,曾经凌弱的身躯在不断的锤炼中变得强壮起来。 短短几年时间,张旭东在一群新兵中迅速脱颖而出,不再是那个刚入武时毫不起眼的普通士兵。 他的考试成绩稳居前列,不论是体能、战术还是军事理论,他的表现总是让人满意且惊叹。 张旭东的军旅生涯绝大部分时间是在39级团军中度过的。 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战友、每一场战斗都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 他先后担任了区队长、教员、副连长和参谋等多个职务,每一个岗位都是他磨练自己,提升能力的舞台,每一次职务的变动,都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也是他个人成长的见证。 张旭东在39级团军的表现极为突出,以至于在2014年年初,他被任命为39级团军的军长。 张旭东明白,作为军长,他肩负着的不仅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重任,更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的无尽忠诚。 那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沉稳自信、指挥若定的军队领导者,在他的带领下,39级团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张旭东是军改之前39级团军的最后一任军长。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他不仅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还为部队的转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的指挥下,39级团军在各种演习和任务中屡获佳绩,他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领导风格赢得了上下的一致尊重。 张旭东的军旅生活中,还蕴藏着许多未被世人所知的故事。 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其实常常伴随着惊心动魄的经历和艰难的考验。 有一次,他独自出门,背着一个沉淀店的行李包,正准备在一家偏僻的小酒店住下。 这家酒店位于城市的边缘地带,灯光昏暗,招牌的灯泡也闪烁不定,给人一种冷清而又萧条的感觉。 当时天色已晚,张旭东刚走进酒店大堂,身后大门支一升关上,仿佛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张旭东走到前台,习惯性地挺直腰板,语气沉稳地递出了自己的身份证,等待前台工作人员办理入住手续。 大厅里只剩下值班人员轻声敲击键盘的声音,似乎整个酒店都安静地出奇。 然而,宁静被一阵喧闹声打破了。 四五个流利流气的人推开酒店的大门,披头盖脸地吵吵闹闹,直接冲了进来。 他们穿着随意,衣衫不整,脸上挂着满不在乎的神情,带着一股子酒气和烟味,显然是刚从某个烟雾缭绕的地方出来。 其中一个高瘦的男子,手里还夹着一根半溪的香烟,似乎完全不顾酒店内禁止吸烟的规定。 老板,我们今晚就住这儿了。 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目露凶光的男子大声嚷嚷,仿佛这家酒店是他们的地盘。 其他几人也跟着附和,不停地催促着酒店员工。 张旭东站在一旁,敏锐地感知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他没有轻举妄动,只是冷静地观察着这几个人的言行。 正当他默默评估情况时,那个家烟的小混混突然注意到了站在一边的张旭东。 他眯起眼睛,面带戏谑地上下打亮了一番,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猎物。 哟,看看这位大爷,自己一个人哪。 小混混邪笑着,伸出手指向张旭东,又朝前台嚷道,这人是不是刚办了入住? 我告诉你们,今晚他订的房间我们搁几个住了。 听到这话,前台的小姑娘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他显然认出了这伙人,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张旭东面不改色,眼神依旧沉着,心里却已经有了底,遇到麻烦了。 这几个人的气焰嚣张至极,甚至还要逼迫张旭东支付他们的房费,这分明就是一伙肆无忌惮的地体流氓。 张旭东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背包的肩带,他的身体略微前倾,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 然而,就在他即将站起身来的那一瞬,前台的工作人员连忙走到他身边,脸上带着恳求的神色。 他低声说道,先生,您可别冲动,这伙人是本地有名的地体流氓,平时就仗着人多势众,在周围白吃白喝,还经常打人闹事,谁都惹不起。 这样吧,我给您重新开一间房,不收您钱,您就当逼个麻烦,别和他们计较。 小姑娘的声音颤抖着,透着一股无奈与恐惧,她显然是不希望张旭东和这伙人起冲突。 她那双微微颤抖的手紧握着房卡,眼中写满了担忧。 张旭东感受到她的善意,但她也清楚,自己作为一名军人,有责任在面对不公和威胁时站出来,保护自己和无辜的人。 她轻轻点了点头,以示理解,然后缓缓站起身,挺直了腰杆,平静地对那伙流氓说道, 这房间是我先订的,合同签了,我不打算让给任何人。 她的语气冷静但不容置疑,带着一股军人特有的威严。 那伙人一听,顿时哗然,他们显然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普通的旅客竟然敢和他们顶撞。 为首的那个小混混露出了凶狠的笑容,向前跨了一步,阴森森地说道, 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们作对。 张旭东不为所动,他只是平静地看着对方,眼神犀利如刀,仿佛一眼能看穿这些人的虚张声势。 他没有多说什么,身姿挺拔如松,像一座不可动摇的山峰,站在那儿,似乎连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 张旭东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你过来试试。 短短几个字,如雷鸣般在大堂内回响,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 这些平日里在当地横行霸道,无人敢惹的恶霸,显然没把张旭东这个外地来的陌生人放在眼里。 他们见惯了弱者的屈服和恐惧,习惯了通过威吓和暴力来获取想要的一切。 而眼前这个独自一人,毫无背景的外乡人,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手到擒来的猎物。 歹徒中的一人冷笑着,他瞥见张旭东并未表现出丝毫畏惧,心中顿时升起了几分不快。 他冷不防挥出一拳,试图以暴力来震慑对方。 他那肥瘦的拳头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直冲张旭东的面门。 然而,还未等他靠近,张旭东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出手, 稳稳地抓住了这名歹徒的胳膊,动作如行云流水般迅捷。 下一秒,张旭东手腕一转,巧妙地将歹徒的整只手臂扭到身后, 力度恰到好处,让人痛得无力反抗,却又不致骨折。 歹徒只觉一股剧痛从手臂传来,随即整个人就被强行压倒在地, 脸贴着冰冷的地砖,挣扎不得。 剧痛之下,他的呼吸开始急促,额头渗出了冷汗, 之前的嚣张气焰此刻荡然无存。 其余几名歹徒见状,瞬间目瞪口呆。 他们从未想过,这个看似普通的外乡人竟有如此身手, 心中顿时升起一丝惊惧。 然而,他们毕竟是惯于仗势欺人的地痞, 怎么可能轻易认输? 在短暂的错愕后,他们迅速调整, 怒吼着一起朝张旭东扑去, 试图用人数的优势将他压制。 但他们哪里知道, 自己这次遇上的正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人。 张旭东没有丝毫犹豫, 沉着冷静地迎接着这帮歹徒的围攻。 他的动作干净利落, 带着军人特有的精准与爆发力。 每一拳,每一脚, 都如同千锤百炼的铁锤, 准确无误地击中对手的要害。 大堂内, 几名歹徒的嚣张气焰瞬间被击溃。 张旭东的身手敏捷而凌厉, 面对几人的围攻, 他如同猛虎下山, 所向披靡。 不到几分钟的功夫, 这些平日里无法无天的恶棍 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地上, 痛苦地呻吟着, 哪里还有半分之前的嚣张。 最终, 大堂内只剩下张旭东一人, 依旧挺立着, 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那帮歹徒, 他们狼狈不堪,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和恐惧张旭东收回拳头, 神情依旧平静, 仿佛刚才的战斗不过是日常的训练。 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并未就此结束, 张旭东的内心涌起了一股无法遏制的愤怒, 这种愤怒并非因刚才的战斗, 而是因为他无法忍受这样的恶行 在当地肆无忌惮地发生。 张旭东紧握着拳头, 眉头微醋, 心中的愤怒在他冷静的面容下翻涌。 他从未想过, 在这个法治社会里, 竟然还会有如此无法无天的歹徒, 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挑衅法律的尊严。 他心中不由地一阵酸楚, 想到如果今天遇到这些歹徒的 是一位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百姓, 那结局会是怎样的悲惨? 这种无力感让他的愤怒进一步加剧。 张旭东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深吸了一口气, 随即掏出手机, 毫不犹豫地拨通了当地公安局的电话。 他的语气中透着无法掩饰的眼力, 我是张旭东, 我刚才在酒店大堂遇到了一伙歹徒, 他们试图勒索我。 你们的社会治安到底是怎么管的? 电话那头的公安局工作人员一听, 立刻紧张起来, 不敢怠慢, 迅速将情况上报。 没过多久, 公安局的局长便亲自带着一对警察赶到了酒店。 他们一进门, 便看到了张旭东站在大堂中央, 周围躺着一群衣衫不整, 神色狼狈的歹徒。 局长见状, 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立即命令手下将这些歹徒全部铐上手铐, 带回公安局审讯。 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张旭东面对着这些歹徒, 目光如刀, 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 要是今天你们碰到的是普通老百姓, 那结果会怎样? 你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 在这个法治社会里, 你们竟然敢如此猖狂, 难道真的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你们吗? 张旭东的话如雷鸣般在办公室里回答, 每一个字都敲击在这些歹徒的心上, 他们低着头,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张旭东随即转向公安局的局长, 语气更是加重了几分, 你们要把对老百姓的保护放在心上。 这些恶棍没什么特别的能耐, 却能在这里横行霸道这么久, 这说明你们的工作还有很大问题。 法律和正义的力量应该让他们明白, 任何人都不能在法治面前耍横。 局长被张旭东的话震慑住了, 连连点头, 表示一定会严查到底, 不放过任何一个漏网之鱼。 当晚, 公安局连夜对这伙歹徒进行了突击审讯, 并顺藤摸瓜, 成功打掉了当地的一个恶势力团伙。 整个行动迅速而有力, 彻底清除了这个长期危害一方的恶势力。 张旭东与歹徒搏斗的经历, 充分彰显了他内心深处的正义感与肩负的责任感。 他从未畏惧过那些嚣张跋扈的歹徒, 更不会因为他们可能的黑社会背景而退缩作为一名军人, 他的立场坚定不移, 行动果断有力, 完全展现出了军人应有的纪律和品格。 2020年12月, 张旭东荣升上将军衔, 这是他作为西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首次被媒体公开报道。 然而, 西部战区司令员的职位在随后几年间又经历了两次更换, 而张旭东在卸任之后, 媒体关于他的报道一度陷入了沉寂。 长时间以来, 公众对他的去向和新职务情况一无所知。 这种沉默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直到后来, 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才揭开了谜底。 原来, 在卸任西部战区司令员之后, 张旭东被调任至中央军委部, 这一消息让许多人猜测他可能肩负着更为重要的职责。 然而, 令人震惊和悲痛的是, 2021年国庆节, 新中国成立72周年的当天, 张旭东因病医治无效, 在北京不幸离世。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震动了全国。 他的去世不仅是军界的巨大损失, 更是整个国家的沉痛悲哀。 从他晋升为上将军衔, 到他离世, 仅仅过去了十个月的时间, 而他的英明和事迹, 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